美国偶像的中国版 也就是《中国梦之声》 昨天已经拉开了北京战士音会的帷幕 现在我们看到了四位导师 王伟中 李文 还有韩红 黄晓明 要说他们四位呢 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赫赫有名的 但是呢在昨天的这个采访活动上 他们却是以赵薇和陈坤近日闹掰的新闻 拉开了序幕 赵薇和陈坤不合 有这样一个新闻出来 这我没看着 因为智青春从上映开始说 那个陈坤就没有转发 或者没有任何的那个 他也不见得非得转发 才能表达他跟小薇的关系的 肯定他会发短信或打电话吧 关于陈坤对智青春不闻不问 导致跟同窗好友赵薇多年有情 化为乌有的新闻 韩红并不当真 最近全时新投入《中国梦之声》评审工作的他 也陷入了类似的不合传闻中 恳请有些不轨分子就不要再费心思了 关于挑拨导师的事我们四个这儿没信 我非常赞许伟中哥说的一句话叫做 何而不同 老韩心若不宽 怎能如此怕 我特别由衷地跟三位说了一句话 感谢上天 是把你们三个跟我在一起做搭档 因为至少还有快乐 伟中哥 这有被发表你们的看法 伟中哥 无论节目录制还是采访过程 韩红都掌握了重要话语权 评委团队不仅没有不合 从韩红得到的外号 就能看出他们的关系确实很融洽 皇上又来了 皇上说的都对 我别再说了 就连皇上这事都挨骂了 你也别想再做我的皇上了 说皇上这事我们就开玩笑 开玩笑呢 我说你长得那么漂亮 你干脆就当皇后吧 完了以后 那个大哥呢 大哥长得也挺好看的 而且又有气质母仪天下吧 干脆就做皇后吧 太后 太后 韩红成亲千万不要拿甄嬛传对号入座 自己不是作威作福的皇上 不过韩红确实有一收黄晓明为徒 对准徒弟眼而优则歌的唱功 他也是众肯评价 他就是一个可以有可塑性的歌手 但在我眼里 他就是个业余歌手 为什么是业余歌手呢 我所指的业余歌手和专业歌手就是 他没有经过音乐学院的培养和培训 但他是个完整的 综合分很高的一个综合艺人 是这样 比如评价我 可能我就不是一个艺人 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 一个从事音乐工作的人 子娟姐姐您是个全才 您刚演完了无意的大电影至青春 点评唱功韩红权威 但说起知青春里DJ子娟姐姐的演技 黄晓明显然更有发言权 那是个二个 那时候这非非让我演那么二你知道吗 特别贱 我觉得他极具表演天分 是一个大爆点 小妹妹 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 你是不是恋爱了 然后我准备签约他当我的演员 对 子娟姐姐 小妹妹 好啦不管演技怎么样 韩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说起话来 永远都是相当的直率和爽朗的